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30日第648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环球太多战士》了 我们在第647集的时候就说香港政府到底是否时候要出手救一救香港呢? 原因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就已经跌到非常低了 有些观众就说,当然不会了,怎会再出手呢? 如果这样的话,是否赢了富人呢? 那就未必了 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个盈富基金就是这样来的 当时就是香港政府和这只大鳄索罗斯对决的 最终赢了之后,就把他打包了,变成这个盈富基金,然后还富于民 所以这一场仗,还会不会打下去呢? 有的,可能有2.0这个赛事会出现的 所以大家要用点心机慢慢去看看 我们香港股市到底会跌到多深的时候 香港政府才会出手了 在外围环境呢 昨天因为美国那边的股市也是大跌了 为什么会大跌呢?当然当然跟战事有关啦 因为在欧洲那边的战况似乎就越来越激烈了 而且呢,就好像是危机就满布其他地方 即是随时都会有些不愉快的事件 或者是会生灵淘汰的事件是会发生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啊,美国啊那边的股市呢 都是做得不好的 那我们香港今天回来呢 其实今天都算不错的啦 叫做站得稳 但是呢 那个恒生指数都是非常之弱的 都是徘徊在17,200点左右啦 那我成交金额肯定都不是高的啦 那我们现在香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你看到啦 外围的形势呢 就是极不明朗的 而且呢 很可能呢 很快就会转入一个 是我们可能未必想象得到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由现在开始呢 我慢慢相信呢 恒生指数呢 可能真的有机会呢 是会跌到到15,000点的 原因就是 欧洲那边稍为现在有什么风吹吵动的话呢 就会非常之严重的啦 效果 所以在非常时期 使用非常的手段 去维护香港的利益呢 就是属于香港政府的责任 看看到时呢 他会不会出手 帮一下我们啦 如果没有 那我们只能够可以做的呢 就是自求多福啦 所以都是那句咯 暂时来看 10月份呢 都是什么都不要搞 看戏好过啦 我们今天的题材就是说 环球市场呢 有很多的战事要发生啦 第一个最大的战事呢 当然当然在欧洲那边啦 因为在乌克兰 那个有四个地方呢 就已经被俄罗斯就撕了啦 那现在呢 他们也都公投了呢 俄罗斯承认了 那现在这四个地方呢 已经是归属于这个俄罗斯的啦 所以呢 就成为这个俄罗斯的属土 那如果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再继续进攻这四个地方呢 那就是间接或者直接地呢 就是向俄罗斯挑战啦 那你知啦 俄罗斯这一排的武器呢 都用到七七八八的啦 那没有什么呢 可以再拿出来姚武扬威的啦 但是 它还有些秘密武器的嘛 那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呢 越来越紧张啦 那开战的风险呢 也都是越来越大了 那这次开战的风险呢 就不是讲着常规战的啦 可能是打核战的啦 所以呢 很多国家呢 都纷纷说要撤侨的消息出现啦 那白宫呢 就基本上是呼吁在这个 乌克兰的美国公民呢 就最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呢 就是紧急撤退啦 撤离那个地方啦 那另外有其他国家 包括什么日本呀 英国呀 挪威呀 澳洲等等的国家呢 都是同样地这样讲的 因为美国方面就警告就说 只要总统普京呢 一声下令的话呢 那这一场的核战呢 随时都可能 会再打起上来的啦 那你知道啦 核战好得人害怕的嘛 虽然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但是 小心稳阵的话呢 撤侨是应该的 那乌克兰的总统 这个扎伦司机啦 那当然是扎扎出来说 哎呀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呀 现在形势呢 未去到这么快的 但是 你都知道 美国和英国呢 修这些风呢是很准确的 那他呢 叫得撤侨的话呢 其实上某程度上已经去到一个 可能 很难挽救的地步 即是随时一触即发的啦 那你想一下 现在这 乌克兰这四个地方被人拿了 那 乌克兰军队打不打回去呢? 如果打回去 那就变了他 在普京的眼中就是 喂你侵入了我领土的啦 那我要打 保卫战的啦 那保卫战如果没有这常规武器的话 那他唯一可以用的 就是核战咯 但是核战一打的话呢 就很大事的 不过 说得黑心点 如果真是打核战的话呢 其实 只要普京 打出第一粒的核子弹 跌到哪里 不要说着 未必会跌到西方国家那边的 总之他开了第一枪的话呢 那其实呢 我相信美国和英国啊 北约那些呢 是会蜂蜂蜂蜂蜂蜂蜂上呢 就是将这个俄罗斯呢 是打死他的 因为 如果再给你用的话呢 那会 令到情况呢 就会越来越害怕的啦 所以 只能够 一两粒的核弹呢 射到出来之后呢 那局势呢 肯定会开始明朗化 因为 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呢 世界真的会很惨的 那当然啦 有些朋友就说 喂 会不会美国这个海炮 陆战队都已经是 已经潜入了去这个 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 随时都可能撒入去 执行一些特殊任务呢 有这样的机会的 因为 你都知道啦 讲到打核战的话呢 其实没有人 够胆讲 也都没有人够胆去做的 但是 总有一次呢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现在这个狂人 就是这个普京啦 就是由他一手呢 就是去主宰到底欧洲的情况呢 会有些什么事发生 那当然 如果没有事发生的 继续拖拖拉拉的话呢 那就会进入去这个冬天了啦 那冬天对大家来说呢 都是一个很难困的情况的 要在这些地方再打仗的话呢 今年 肯定特别辛苦的啦 另一条战线呢 就是在我们香港这一边开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我这个第634集呢 就是说中美在香港就会打金融战 那说什么呢 记不记得呢 有一批的中国的中概股 不是去了美国的上市的 那现在美国那边呢 就说不行啦 你要给一些底稿我看啦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全部要离开这个美国 不可以在美国上市啦 那所以呢 最后他们呢 就谈定数字 好了 那呢 就来香港啦 那中方呢 也都要派一批专家下来啦 那美国当然也要派他们那批专家下来啦 那大家呢 共同一起去审理一些 已经选了出来的中概股 那看看他们的情况 是不是合适可以继续留在这个美国上市的呢 那其中一家呢 比较有代表性呢 就是阿里巴巴啦 那当时呢 9月16日 就是大概半个月前啦 阿里巴巴当时的股价大概都是87元左右而已 那现在呢 已经连八字头都见不到的啦 那可想而知呢 这个股票呢 是跌得挺那么紧要的 那这场攻防战呢 也都有一些人呢 是要出来呢 是要帮拖的 那就是这些会计师楼啦 或者这个审计师楼啦 那其实就这样看文章呢 我就觉得很有趣的 譬如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啦 即是叫做PCAOB啦 那这些调查人员呢 已经来到香港了喔 那开始就进行这个中概股的底稿的审查啦 所以呢 这个罗兵、咸永道啦 北马威啦 这些这样的核数公司呢 就一边呢 就要应付美国那边的提问啦 另一边呢 又要听从这个 由中国派来的官员的指示喔 听说有些地方呢 有些敏感资料呢 是中方的官员呢 就说喂 你要帮我呢 逃了它 不要让人知道 因为这些敏感资料呢 免得洩漏了 因为这些是属于国家的秘密来的 但是呢 对美国的调查有没有什么大影响呢 应该就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重要的话 当然就没事啦 就继续审查啦 但是呢 据说内地呢 是派了10名这些官员呢 就来到香港啦 大部分呢 听说都是识英语的 好了 现在双方 中国和美国双方的人马呢 就已经回集了在中环这个战场 那么战场呢 再缩窄点来看的话呢 没错 就是在这个太子大厦里面啦 那么两大这个审计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呢 就交手啦 那么你知道呢 有时呢 听说在会议室里面呢 就对峙啦 就是说大家有些地方呢 可能有些拗叫啦 也都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呢 就商讨对策啦 怎样去看多些对方的东西 或者怎样不让对方看更加多的东西呢 所以呢 这些情况呢 是会不断地发生的 总之呢 中国政府呢 它就有些要求啦 有些文件比如公司的名呀地址呀 申水呀这等等的东西呢 都尽量 如果可以不需要公布的就不公布啦 不过这场仗呢 真是有牌打的 因为美国 只要它审得不高兴的话 或者它拿不到它应该要的东西的话呢 那这一场金融战呢 随时就在香港爆发 那这些消息一说出来呢 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 起码对阿里巴巴也没有好处啦 那它现在的股价已经够残啦 再残一点会不会呢 肯定会啦 如果这一次的金融战是打得不开心的话呢 那大家都打定输数都可以啦 另一条战线呢 就是在英国那边呢 就是开展了啦 因为呢 新的首相呢 那他呢 当然有他自己的那个 团队啦 那他也都要想一下方法 怎么去救英国呢 因为英国呢 除了美国的通胀厉害的话呢 英国的通胀就更加厉害了 那他要更加要做多些事呢 才可以帮到手的 那譬如好像 政府啦 新政府啦 在上个星期呢 就公布了呢 一个最激进的减税方案 OK 那就要 令到恐怕呢 市场就恐怕呢 政府可能会大量发债啦 那会拖累这个英国的债务啦 所以就令到英镑的汇率就急跌的 其实急跌呢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呢 绝对是一件好事来的喔 因为他们有很多子女呢 都是去英国读书的嘛 现在真是便宜到 你不相信那么便宜的呀 那 英伦银行呢 他早前呢 就已经说了 如果那个股市再这样跌的话 或者经济是继续是不明朗话呢 那他们呢 就会继续做事啦 譬如 每日呢 都会拿50亿磅出来 就是大概是433亿港元呢 去买债 那就令到呢 那个 钱的流通量呢 就可能会多些啦 那就令到这个市场呢 会比较稳定些啦 那总值呢 大概可能呢 就会购买 总值超过650亿磅的 长期债券啦 那所以呢 就可以稳定这个金融市场的 好了 另一方面呢 有些人就批评这个新首相呢 他这个减税的方案呢 是太过激进 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不理哦 他说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做法 因为呢 要带动英国经济继续起飞的话呢 你不减税的话呢 其实就很难去帮助到的 那我以前呢 都有问过我的教授呢 就是读书的时候啦 那我问他说 如果一个国家呢 背着太多债 是不是一定不好的呢 那那个教授呢 我记得他说了 他说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 那 债当然就不好啦 但是如果你是借钱回来 是用在一些适当的地方的话呢 是可以令到国家振奋的话呢 或者是经济起飞的话呢 那其实借钱回来呢 不是一件坏事来的 因为我们要看长远的利益的话呢 只要这些钱是放在适当的地方 应该就没问题 那譬如这个减税方案呢 令到多些公司呢 可以有多些的盈余的话呢 那就是证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 那他们就会大量增加投资咯 会请多些人咯 所以长远来说呢 对这个英国经济呢 应该有好处的 那另外呢 有些人也都投诉 喂 不是咯 你减税好像偏向 富有的人那里咯 富有的人呢 减税可以减5% 中下阶层的基本的人员呢 他们的减税呢 只是减1% 那是不是不是那么好啊 那这个是不是劫富济贫呢 这个新首相说 那当然不是啦 那这样 那其实有钱人呢 如果你能够令到他 多些钱在身边的话呢 有钱人 他们自然会有方法呢 去继续投资 和继续消费 那么呢 其实模型中呢 都是帮着英国的经济的 那大家对英国经济呢 也都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市场上 可能很多是炒作的 那我想问大家 记不记得 以前有个欧盟五珠呀 他们那个债务不是很厉害的呀 你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听过这五个国家 现在还有问题呀 没有啦 那如果这五个国家的问题 依然存在的话 那其实英国和他们比较呢 相对来说 是轻便很多的 那么英国 不应该会有事啦 但是你不大胆 走出这一步的话呢 去振兴这个经济的话 那么英国呢 慢慢就会是很麻烦的啦 尤其现在能源那么紧张的话 如果政府不拿多些钱出来 补贴那些市民的话呢 那么其实他们要交太多的 这些这样的费用的话呢 他们就会削弱了 他们那个消费 那么到时英国呢 不就还会加火 所以呢这个方案 最终结果会怎样 不知道 用在这儿 试下用呢 都应该要的 至于大不大胆 我又觉得 可以接受啦 所以希望呢 长远点去看看 英国最终呢 会有些什么的 效果成果出来啦 我们香港呢 其实都有一些好公司的 比如好像现在呢 有个新的新闻啦 就是这个新创建啦 659啦 全年的纯利呢 就有十五亿八千七百万 这么厉害喔 升了42.5% 而且呢 这个末期息呢 也都是增加了的 那就是代表 我们香港的气候 是不是 实在太差呢 未必的 只不过 不要令到的气氛再差下去的话呢 那应该呢 应该大把生意做的 起码可以稳定一点啦 当然 内地的情况 我们不敢说啦 不知大家呢 有没有看过第五百七十集 就是关于这个 题材呢 就是比亚迪将会被 抗沽货 这段东西呢 讲到出来之后呢 其实当时呢 就是在这个 7月12日 我拍这条片的时候 比亚迪呢 那个股价 是270元左右而已 今天呢 终于被我诅咒之下呢 就已经跌到下去呢 就是跌穿200元了 其实比亚迪呢 我已经拍了不少集 那这一集五百第七十集呢 应该是最新的啦 之前呢 我都讲过呢 是比亚迪的那个 PE 就是市盈率呢 是高得离谱的 没理由呢 股价一定可以 就是 整天都保持在一个 那么强劲的地方 那现在你看到呢 已经是跌到下去呢 就是194.4的啦 但是你说它跌够了没有呢 第一 股神呢 还没沽了一些货的 第二呢 它现在的市盈率呢 仍是有149倍 那我不管你这家公司有多好 其实它现在的问题呢 除了营销有问题之外呢 其实它的成本呢 都很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没反映到出来的嘛 迟些反映到出来的时候呢 可能它这家公司的价值呢 没可能再是那么高的了 它现在还有2100多亿的市值嘛 你看看 再跌下去的话 下一步 不用说得太远 一百五十元 你看看会不会到啦 所以大家呢 买这些股票的时候要小心点啦 由七月到现在 也都已经不见了呢 是七十几八十元的啦 那你可想而知呢 这些公司呢 小店为妙啦 另一家公司呢 都惹起我的注意呢 就是这只股王 腾讯啦 那它的市值呢 现在还有两万五千几亿港元喔 那它今天呢 那个股价呢 都跌了下去呢 大概是这个 二百六十六元左右啦 那那为什么会引起我注意呢 除了它的股价跌了下去 三年的新低之外呢 那其实就是 因为它那个大股东呢 在今年的六月底的时候就说 啊 我们会按部就班去减持股份啦 那由那一刻开始呢 腾讯呢 就已经开始不断地去 回扣股份啦 那我听说呢 大大话话呢 已经回扣了很多啦 那 今年 回扣的金眼呢 已经高达 接近二百亿啦 是一百九十八亿多的 那这一个金额呢 也都创了呢 是今年来呢 最大的煤购金额啦 也是腾讯呢 史上呢 是煤购金额最多的 那我呢 开始担心着一件事就是 喂 腾讯有这么多钱的吗 可以拿成二百亿出来 那究竟它的状况如何呢 那这里呢 就有个 资产负债表啦 就希望大家看一看呢 它那个现金状况 用人民币计啊 它现在手头上呢 银行和现金的存款呢 加上呢 就有二千七百八十九亿 二元人民币啊 那算是非常之多啦 但是同时间 麻烦你们看一看 它这个流动的负债啦 流动负债呢 是高达三千亿人民币的 那换句话来说呢 其实它的现金呢 是不是很够的 那当然它继续做生意 继续都有钱回来啦 所以呢 它其实可以勉勉强强 都还可以拿到些钱出来 是放下去的 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的 其实呢 2021年呢 腾讯的业绩就做得非常之英俊的 不过在2022年呢 其实就没那么英俊的了 已经是上半年 已经大跌了五成的了 那下半年呢 会不会好些呢 就算好的话呢 我都可以告诉大家 和去年比较一定会有个大倒退的 那既然大倒退了之后呢 我相信它今年可能都是赚到1100亿左右 但是呢 上年呢 它可以赚到成2100多亿喔 所以换句话来说 如果今年赚少了呢 它还可不可以继续 回购股份 还可不可以 使那么多钱下去呢 那就不得而知啦 所以呢 这一间公司的股价呢 它继续跌呢 我都相信会的 因为它虽然市盈率呢 只有9.2倍 觉得是很少 但是你知道啦 大股东 人家要钱不要货 扔起上来 就是这样的状态的啦 好了 又下到我们这一条片的末段喔 原本想着 9月底加完息之后呢 起码呢 在11月之前 即10月呢 应该可以轻轻松松呢 可以喘气会好些啦 市场气氛会好些啦 但是发觉呢 根本未到10月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状况呢 也都不是很理想的 无论是香港也好 美国股票也好 都是天天都这样跌的 那没事的呢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俄罗斯和乌克人的战争 可能会是升级嘛 那升级哪一个不忧虑呢 尤其现在呢 那个天然气的供应量呢 也都是减少了啦 也都是有很大麻烦啦 冬天又来着啦 那所以种种不好的东西呢 都是由外面传出来 那我们香港呢 不能够独善其身的 那所以大家呢 要有个心理准备呢 其实 现在你说已经跌到很得人惊了喔 其实最差的时候呢 很可能呢 是还没到的这个情况 那要看看俄罗斯那边呢 开拖开成什么啦 如果开拖开得不好的话呢 那就真的都挺大事的 那香港呢 暂时呢 都应该是没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啦 唯有呢 在下个星期呢 是继续观望啦 那如果有机会 有得弹的 那有机会走的 那就尽量好去散水就最好啦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发觉 刑户基金呢 原来有很多人做买卖的喔 因为每一天的成交金额呢 一点都不少的 但是这些好不好呢 刑户基金我没说它差 但是呢 如果你看得它好的话 你可以买它 因为今天呢 在茶餐厅呢 跟那些伙计聊聊天的时候呢 我都问过他 他们说 买这个刑户基金好啊 一定升上去 接着我就问他了 我说 如果你买得这个刑户基金 那就是看好香港的未来前途啦 我说 你不需要说十样好的情况给我听 你只要能够说出 五样 香港未来前途会好的地方 可以解释得到的话 那我就觉得 你持有这个刑户基金呢 是对的 作为长线投资嘛 但是 他是想不到的 他只是说 香港一定会没问题的 会继续升上去 但是这样 比较空泛一点啦 你起码要说出几样东西 是可以说服到我 香港未来呢 是会有好日子过 那就差不多而已 好了 另一方面呢 有一只股票呢 电讯刑科8号仔呢 也都创了呢 是全年新低 也都可能是三年的新低啦 那他现在的回报率呢 是高达10.4% 在香港来说呢 我不知道有几多家公司 可以做到这样的样子 不过这家公司 我比较熟悉的话呢 他可以做到 这么高的回报率的话呢 真的有点心动 会不会呢 等他再跌低一点的时候呢 不如 不停以轻轻都补回住 希望呢 将来有机会发围啦 那 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为止啦 希望各位呢 可以开开心心 过一个周末 同时希望你们呢 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啦 可以给个like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的 更加多谢你们 多谢各位 今天也都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呢 就是关于这个英国的通胀问题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长和系 即是李嘉诚旗下的 企业啦 原因 他投资了很多钱 在英国这一块地里面 那么 现在 英国的通胀那么厉害啦 经济也都开始慢慢转测啦 到底 政府会有些什么的policy 而是 这些policy是会帮到他 还是会害了他呢 这篇文章呢 就有着少少的介绍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呢 可以进来这条link 看看 如果看完之后 希望你们有时间 帮我按一按 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可以了 多谢各位捧场 我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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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看啊